來了 太苦了 哇 看到沒有 它是日本的國寶 完成就在我身後 大家今天早安 今天是南九州的單車之旅第三天 今天呢 我們要去日本本島的最南端 然後再去熊本喔 好 那我們出發 Let's go 好 我現在到了是日本最南端的車站 西大山車站 哇 這個車站很小 很可愛耶 我們來看看 哇 那它這其實班次很少耶 JR最南端 我們現在在這裡 最西端是左士堡 最北端是北海道的治內 最東端是東根寺 哇 超美的 好 那等一下呢 8點36分會來一班 我們就在這邊等那個車喔 來了… 來了 太苦了 欸 它是很有味道的 舊的那種車耶 好酷 欸 真的有人要上車 真的有人要上車 欸 它就是一節耶 好酷喔 哇 紫蘇 哇 哇 藝術 接下來就是單車之旅 我要騎這個單車呢 去繞這個車站一圈 好 我們出發 好響 對不起 對 開動了 我跟開文藥 太美了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到了池田湖 那今天呢 我們要騎腳踏車 在這個池田湖周圍啦 好 各位 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 很有名的尼斯湖水怪 然後它就是有點仿造 它叫做一喜這樣 因為尼斯叫尼喜 它這個水怪呢 叫做一喜這樣子 各位 我們就要 在騎腳踏車 來這個尼斯湖旁邊 欸不是不是不是 來這個池田湖旁邊 要騎腳踏車啦 Let's go 好 在池田湖這邊也有油菜花 整片耶 超美的 那因為油菜花是黃色 那個紫樹式的代表顏色呢 也是黃色喔 太美了 油菜花 池田湖 還有開文藥 好 現在來到的是 道の駅 指樹的道の駅 然後它叫採花菜館 可以買很多土產喔 Let's go 好 現在呢 大概車程一個多小時喔 我們已經從鹿兒島 到了熊粉了 那我們就要去吃午餐 我們到的是 倉咖啡 好的 今天的午餐呢 就是它的 ステーキセット 感覺超好吃的 然後這個牛肉呢 是熊粉現產的黑毛和牛 那它的醬汁呢 也是非常的講究 就是以醬油為基底 然後再加入蘋果泥啊 還有洋蔥大蒜等等 好 那我就開動囉 いただきます 好嫩喔 太好吃了 好好吃 它的醬汁真的超好吃的耶 不會太鹹 然後真的有那種 就是蘋果的那種水果清爽的味道 太好吃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庭園 它的庭園呢 也非常的漂亮喔 它其實也有外面的位置喔 所以其實天氣比較好的話 或者是沒有那麼冷的話 你也可以在那邊吃 哇 晚上一定很漂亮 因為它還有燈飾耶 我們現在到了是人籍戰喔 那它這個是人偶時鐘 它是以那個人籍城 為這個image的 那它等一下呢 再整點會敲鐘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時鐘吧 然後呢它還有音樂 它是會有一個民謠 叫做球魔六吊子的音樂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開始了開始了開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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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完这个人偶时钟 非常的可爱哦 好 那我们就骑脚踏车 出发到清井阿苏神社 清井阿苏神社 抵达清井阿苏神社 哇 看到没有 它是日本的国宝 哇 它这个上面的那个是茅草的感觉 酷耶 很漂亮耶 好我现在要介绍这个 就是他们在2020年呢 有发生一个很大的水灾 熊闷水灾哦 然后它这边就有那个图片显示说 鸟居这边的非常的高哦 好 接下来来到的是 福田酿造所 是日本的制作味噌跟酱油的地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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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參觀了他們的製作醬油跟味噌呢 我現在就來品嘗一下啦 這邊呢都可以讓大家試吃看看喔 好然後呢他有介紹喔這個 台灣人最愛味噌鮮貝 這個呢也是可以試吃的 我來試試看 它是一種瓦片餅乾的感覺 然後有味噌甜鹹甜鹹的感覺 好吃 大家可以來這邊把這個土產帶回家囉 好那這位呢就是福田釀造所的社長喔 謝謝 河田さん 那是幾代目的嗎 我就是三代目的 喔 那是幾代目的嗎 現在是九十二年 喔 那已經100年了 對 頑張了 我們現在從人籍市來到了熊本市的市區 噔噔 Kumamon 想到熊本就一定會想到熊本熊 超可愛的 這裡是熊本熊廣場 我們進去看看 空中有的 好 那聽說呢 這邊賣最好的 Cookie就是這個 然後呢我剛剛有問他這個限定的商品是什麼 就是像這一種 自鮫的Kumamon 拍照 用它真實的寫真去做的商品喔 就是他這邊限定才能買的到的 到了晚餐時間 我們到了陳建汝 這家餐廳 它是個和食店 它長得太像城堡了吧 太酷了 我們一起進去吃飯吧 這裡非常厲害的就是 竟然可以邊吃飯 邊看到熊本城耶 熊本城就在我身後 好的 這就是今天的晚餐 超級高級的 說到熊本呢 就一定要提這個巴刺刺啦 馬刺生 它就是生馬肉的刺刺刺 然後呢 它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還有分赤味 還有雙醬 就是這個雙醬是 它的肥肉是比較多的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在東京 也有吃過馬肉 但是沒有像他們分那麼細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就馬上來吃吃看 它是沾生薑 還有蔥的 它這邊是有附兩個醬油 然後 哇 非常的貼心耶 它這個是一個沾馬刺 一個沾生魚片這樣子 看看看看 雙醬 馬刺 いただきます 嗯 美味 哇 真的很好吃耶 就是有那個油花 散開來的感覺 好好吃 生薑跟那個蔥配在一起 太好吃了 絕配 好 那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 阿咖咪的 它這個呢 很明顯的就是它的肉是 呃 就是整片都是紅的這樣子 比較少肥肉的樣子 嗯 嗯 嗯 我覺得我好像比較喜歡 赤身耶 阿咖咪比較喜歡 反而覺得這個阿咖咪好像 又更軟一點 但我覺得兩種都很好吃 就是看自己個人喜歡這樣 好 那接下來要吃這個 馬肉的シャブシャブ 它這個切得非常的薄耶 真的一算下去就會好了 然後呢這個鍋是要先加蔬菜的 然後再加這個馬肉 那我就先不沾了 我來吃吃看它的原味 那其實呢有聽說就是 馬肉的臭味呢 比那個豬肉跟牛肉是不會那麼臭的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吃耶 它肉是屬於很有彈性的 而且真的跟豬肉跟牛肉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超好吃 好 今天住的是Hotel日航熊本 真的到哪都有熊本熊耶 真的超可愛的 好 那這裡呢也非常的方便喔 距離剛剛的餐廳只要車程三分鐘 OK 我們就去開箱房間吧 哇 床很大耶 床人床 然後有一個書桌 還有這個長椅 還不錯耶 那 玩了熊本一天 睡覺吧 晚安 早安 熊本小王 康寶寶寶 今天是南九州的單車之旅第四天 我們要從熊本市前往阿蘇 Let's go 好 我現在到的是阿蘇迷種 阿蘇迷種 這邊很漂亮耶 那個茅草 然後再加上下雪 那其實這條路呢 叫做阿蘇全景腳踏車道 就如果天氣好的話呢 你就可以從這邊騎到草千里囉 那可惜今天下雪 就是騎腳踏車有點危險 但是茅草非常的好看 茅草加上雪 耶 我們現在到了阿蘇市 我們現在在草千里 現在下雪了 下雪了下雪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在這裡 那它其實好天氣呢 就是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色 有草原啊 然後還有火山口 還可以登山 還可以騎馬喔 好 我們現在開車下山 到這個南阿蘇的地方 然後我們到了這個 道路駅 然後道路駅呢 這邊也可以租借腳踏車喔 然後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 就是它也可以租借一些 登山鞋啊 還有一些登山的遊戲 飛盤那些也有 然後呢 它基本上腳踏車呢 就是有三種不同的 長距離的話 你要去阿蘇山頂的話 你就可以租這個 所以呢 你要來單車之旅 你也可以來這邊 它會很詳盡的告訴你喔 現在到的是 高深湧水隧道公園 它原本是為了建鐵路的 沒想到呢 挖到一半 水就突然湧出來 然後呢 就變成一個這個 水源地喔 所以它呢 現在就把這個隧道 當成這個 一個觀光的景點 好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來吃午餐啦 我們來到的是高深甜樂之禮 超級厲害的 今天吃的呢 是這個甜樂定食喔 它真的非常的豐富 它有 砂糖芋 豆腐 茄子 它上面還有一個小螃蟹 很可愛 非常的豐富 然後它總共加起來 就差不多2500日幣 那記得要提前預約 因為它真是太有人情了 它還有附這個三種口味的味噌 就是有三椒還有柚子 苦味 那我就來趕快吃吃看 哇 它的味噌真的很香耶 這個是柚子的味噌 超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哇 它的魚真的超香的 它咬一口那個香氣 就散發出來 好好吃喔 我剛剛這個吃一輪喔 它的全部的味噌都超好吃 然後小菜 甜菜已經沒有吃完 它的甜菜都很好吃 就是它的漬物也都很好吃 然後還有像這個湯 然後呢聽說這是おたんご 它有點像台灣的麵疙瘩這樣子 這也很好吃耶 這個真的CP值很高 全部都超好吃 南九州的單車之旅 四天已經結束啦 去了宮崎 鹿兒島還有熊本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那記得三支影片都要看喔 那影片就到此結束 歡迎留言給我你的感想囉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SNS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